哈林县消防局特搜大队搜救犬小组 对部全社建筑被地震震毁 也成为了防单的受灾户 而在这次地震肩负巡人任务必打工之后 也被迫提前搬迁进入新的户队全社 而刚搬进新家的搜救犬 虽然有些不适应 不过也积极受训 准备参加各项救援能力的认证还有评测 还记得这一次地震首度出任务 肩负重大巡人工作立下大功的搜救犬Hero 当时跳下水可爱的模样圈粉无数 不过他也是地震受在乎 在这次地震中对部犬舍严重受损 消防局为了犬肢以及犬师训练的安全 在任务结束后也立即搬迁到新的对部训练基地 一开始会 就是这环境都不一样 然后味道不一样 他们都会一些很多不确定的感觉 但是很快一两天就适应了 应该会像是家人或朋友之间的感情 就是我也是这样子去看 学长姐他们跟所有群的互动 就觉得他们 比起像同事之间的那种 工作上面的关系 他们感觉更紧密 在搜救队员与训犬师的心中 特搜犬小组的Hero Fancy和Welson 就像是兄弟更是家人 因此对于他们的训练及生活也相当重视 现在住在警铃七星潭风景区的训练中心 搜救犬也逐渐适应新的住所环境 并积极展开相关训练 准备参加各项救援能力认证与评测 三支都有症状 然后目前是一个高级然后两个中级 高级就是哪一支高级 哪一支 然后才可以考高级 然后Welson还在努力 相较于水莲分队训练环境 训犬员表示 化电消防训练中心设备更多环境更加完善 除了平常的训练之外 训犬员也会带狗出门玩 让他们也能享受跟狗狗的生活 记者综合报道